我们三号女嘉宾呢 她是怎么样对待感情的呢 来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去了解一下 往事不堪回首 我有着一段不幸的婚言 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交往半年我们就结婚了 本以为婚后会很幸福 没想到她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两个人慢慢就产生矛盾 渐行渐远 生活所迫 使我不得不辛苦挣钱撑起这个家 直到女儿17岁的时候 我们协议离婚 单身十多年的我渐渐明白 遇到不合适的人 会让你的婚宴中度日如年 所以我本着凝聚勿滥的原则 一直和女儿相依为命 现在女儿也撑家了 不能常常陪在我身边 一个人的生活反而过于孤单寂寞 我想找一位有责任心有担当的男士 你是那个人吗 咱几家宾你说一下自己的感情经历 我认为她就是没有责任心 体现在哪儿 她这个没有责任心体会在方方面面 从这个孩子的教育啊 学习啊 还有一些那个工资也不能忘加拿 因为她喜欢玩 刚才说的那个爱人这个事儿嘛 就是她实际上是不愿意来再找了 就是爱的选择都是她女儿给报的名 因为阿姨的女儿长期定居在国外 不能照顾我们阿姨也不在身边 所以她非常惦记 然后就给阿姨报的名 然后今天不能来到现场 但是人家说了要远程给妈妈加加油 祝祝力 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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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儿是吗 对 是的 我们这里是梁宁电视台生活频道爱的选择 我们正在录制节目 阿姨在现场的时候呢 稍微有点紧张 然后听说呀 女儿给报的名啊 对 我妈一个人嘛 我不在国内 我挺希望我妈能有一个伴的 你现在在哪儿啊 对 我现在在国外 是现在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回来陪妈妈是吗 我是长期住在国外 妈妈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 您了解吗 挺好的 都挺好的 以后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陪着她一起走完下半辈子 会让她幸福呢 我觉得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开心就好了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你妈 我觉得应该是外向一点会好一点吧 不希望南方家里有什么负担 比如说呢 这什么负担 比如说需要照顾孩子啊 我觉得这个都蛮辛苦的 因为我这边不需要我妈负担什么 我觉得我都可以给她蛮好的生活 只要她有一个伴两个人可以开心的晚年就够了 如果说要是妈妈短时间内找不到合适的伴的话 你有没有考虑过把妈妈接到你身边去生活 这个可以的 其实如果她找到一个合适的另一伴 我可以把他们一起接过来 她们将来喜欢在哪里生活 如果就是对方条件也许可的话 我这边也是完全没问题 妈 一切顺利啊 好 那我们先这样 你像我们阿姨的女儿 现在在国外生活得非常好 很优秀 这也是我们辽宁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的优秀的代表 那这样的人能够选择把自己的父母啊 报名到我们爱的选择来相亲 足以证明我们爱的选择是属于实力担当 真正的为咱老百姓服务的一个节目 但是她得重的 我感觉到早就成功稳住一点 对 能报用得点的 听到姑娘说话了啊 咱们一是女嘉宾们啊 可能也有啥想说的 来 连线一下秘诗 三号女嘉宾 你把女儿培养得这样优秀 你很成功 希望你积极乐观 好好的生活 你以后这个脸上多有一点笑容 多有一点自信 好啊 我们三号女嘉宾 笑起来还是很美的 男嘉宾这个她姑娘也打过来电话了 对妈妈也有祝福了 你有啥感觉 亲切 亲切 你跟家里边孩子的关系怎么样 你说我跟我女儿啊 嗯 非常好 女嘉宾的女儿说了 以后如果说两个人牵手的话 还希望一起到国外去生活 她都能照顾 你考虑过这个事吗 起码还没有呢 想太早吧 我觉得女嘉宾的现在这种状况 是我们特别心疼的一种状态 为什么孩子一个独自出门在外 生活那么多年 现在家里面真正的空肠老人 就是咱们三号姐姐这样的 很多时候不能够很好的排挤 这个真的需要身边有一个伴 这个伴在找的过程当中 更多的是什么 相互的扶持 可能是那么多的情感的比重 就不要过度的强调特别多 一定是身边有一个人 能够看得过得去顺得眼 能够生活 能够相容在一起 这样基本就应该可以的 男嘉宾还有什么要问我们女生吗 没有没有 二位请起 女儿的着急也是我们的着急 咱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 相互之间有个照应 这个真的很重要 那原则会不会从今天开始呢 二位还得稍作休息 认真考虑一下 来 咱女嘉宾 请回应一室 我们一会见 我想找啥样的 就是能站住事那种 你喜欢找一个能索的呗 对 能站住能啥事都能站住 对呀 能压住场 找一个外向的男人 咱们身手能拿着起来放得下来 对 我有一个很优越的生活 就是真的是 这个事情没有人担心的事 直接就我一个人教出去就可以 啥都他管 下一位约会的女嘉宾 下一位会选谁呢 咱们稍作休息 一会为您揭晓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